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创新码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请看文本样式 今天咱们学一下文本的样式 今天是这样 因为有在这个优酷上 有个分部留言说 他说你这个教学内容 字体太小了 所以我今天把字体调大一些 和前几期相比 我字体调大 不知道您这个字体看着是不是舒服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同样的视频我在优酷上 感觉大家都说模糊 但在YouTube上是非常的清晰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咱们先看今天的知识点 做了点杂谈 好咱们看 今天的知识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设置文本的样式 第二个设置字体 第三个进行字符的转换 这个转换主要是对于英文来说 然后今天的知识点 都是下面这个参考网页 有兴趣的朋友 打开可以看一下 我只是给您讲 这个网页中的 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具体每一个技术细节 希望您能够看一下网页具体了解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请看 今天的页面上 首先有一个 H2的标题 然后说是 Bootstrap 4的教学 然后看一下它的样式 首先是Font 字体 什么字体呢 字体 它的加粗与否呢 我设的是normal 就是换句话说 是普通字体 并不加粗 然后呢 Display 4 这个在Bootstrap 4里面呢 这个Display呢 一共有1234 四种样式 分别对应着这个 在页面上高清 或者说高亮显示的字体 它有别于H1到H6啊 好 咱们大家注意 一会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接下来又是一行代码 又是一行文字 欢迎收看小马技术视频 咱们用到的是 大家请看 背景色为亮色 上期呢 为大家讲过 这个亮色是什么意思 亮色代表主题颜色 具体有多亮 那是美工的事 不是咱的事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 第三行 咱们用一个文本居中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一行所显示的内容呢 在页面中是应该居中的 这个用到是text的属性啊 接下来 背景是亮色 前景色 大家请看 前景的字体 它的weight 它的这个叫做量嘛 重量是bode 刚才咱们这个是normal 大家请看 是普通的字体 这次呢 第三行 咱们把它加粗 一会儿看一下效果啊 好 第四行呢 大家请看 文本左对齐 背景呢 是亮色 第五行呢 文本右对齐 然后呢 背景呢 是亮色 这个都和上面一样啊 只不过是在文本操作中 一个居中 一个左对齐 一个右对齐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文字变换啊 这个主要是讲的是英文变换啊 大家请看 还是这个文本属性的操作 有三个 一个是lowercase 全变成小写 一个是uppercase 全变成大写 还有一个呢 这个叫做capitalize 我英文一般啊 capitalize 是什么 手字母大写 大概呢 它给咱提供了这么几种文字自动变换方式 但是因为咱们是汉语国家嘛 汉字国家 所以说对这个变换可能不是很敏感啊 对英文国家来说呢 这些可能是比较重要 好 这就是今天的知识点 我呢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啊 稍等我先建一个今天的文件啊 今天是第四课 我呢叫index.html 好 然后我把这个模板文件先拷过来 然后拷上今天的代码 看这个文字的大小 确实是笔钱大了很多啊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大小还可以的话 那么以后我的教学课程通通用这个字体啊 好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啊 今天是第四课 启动 Lesson 4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今天的代码啊 咱们一行一行看啊 我把它左右对齐一下 稍等 这个VSUDIO不能够左右对齐吗 啊 稍等 我把它最大化了 可以了 大家请看啊 咱们首先看 我的第一行代码 第一行代码呢 是说标准显示 Display呢等于4 大家请看 这个是Display的效果 那咱们看一下其他效果 比如说Display等于3 我存盘 然后刷新 然后呢 等于2 存盘 刷新 好 再等于1 这Display就1到4 4个效果啊 越来越大 这个呢 区别于H1 H2啊 大家请记住 咱们比如说在这页面中 如果想用高亮显示 表示页面的标题 网站的主标题的话 一般用Display比较好啊 在Budelstops当中 好 接下来第二行 欢迎收看小码视频 背景呢 是亮色 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 这是个亮色啊 如果看不出来的话 没关系 我把第三行的背景色 咱们改一下啊 第三行咱们改成Info算了 发信 好 咱们看第二行呢 背景色设了一个亮色 第三行呢 我背景色设成了Info 然后呢 大家请看 Text等于Center 它呢 在网页当中呢 是居中对齐 然后第四行 第五行 或者说第四三段 第五三段呢 一个是居左对齐 居左对齐 一个是居右对齐 居右对齐 然后呢 背景色呢 都设的是亮色 如果不习惯的朋友 没关系啊 咱们改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叫Duck 背景色为深色 然后呢 前景色 较白色 比如说 好 咱们刷新看一下效果 好 那请看 最后第五行 我背景色设为深色 同时呢 前景色 设为了白色 嗯 它给咱提供的路人钥匙 非常简单 然后呢 具体实际网站运行 是什么颜色 这个深 深到什么程度 RGB多少 美工的工作 和咱没关系啊 好 咱们再往下扛 嗯 最后的三行 一行是小写 大家请看 通通小写吧 我这明明这个R是大写 然后呢 它给我变成小写啊 第二行 Upper case 全大写 大家请看 通通的大写啊 第三行 手字母大写 手字母确实大写啊 比如说 我把它改成小写 再运行 没有变化 说明了 它手字母 自动给它变化成大写啊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呢 能够完全的听明白啊 反正应该没问题啊 好 咱们回到今天的课程文件啊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课程文件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优酷和YouTube两个主页 两个视频网站 供您参观 好吧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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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